继续来关心的是县议会宪政总咨询的消息 县袁高晓晨他关心的议题包括了 着西乡社区要增设监视器 维护村民的睡眠安全 同时他也希望着乐国小国幼班的教育设施 要能够改善来提升教学品质 另外他也建议要增设苦茶油相关设施 协助农民增加经济产持 希望县政府可以重视偏乡地区的需求 县袁高晓晨针对长期关心花园南区 平乡建设教育以及农业议题 高晓晨表示目前组续乡现有的监视器 由花园县警察局预理分局装设 共计事实一处 但数量不足仍需要增设 现有监视器数量严重不足 会造成治安的死角 另外加速左乐国小社国幼班 以及加工厂压榨本地苦茶油 要求农业处促成早日启用 我们偏乡 也许走心乡的监视器 为了路人的安全 行人的安全 居民的安全 不够 不够 已经这个都提案了 一直到现在 也没有具体的 这个 回复 或者是去装饰 因为有的角落 虽然以前 这个伊律分局 或者是相公所有钻过监视器 但是数量不够 不够 有的已经是老旧 老旧 所以我们宣服还是希望 透过我们医院这个关心 能够重视我们 再来就是我们 着落国小的 成立的国幼班 稍微有点落后 我们希望宣服这边也要重视 这个积极协助办理 能够在我们这个暑假 都可以招生 让我们家长 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 有这个地方 学校可以去 要不然 有的都没有办法到学校 有的没有办法 有的送到别的 其他的国幼班到别的部落 或到别的乡镇 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困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本市希望我们宣服这边 还是要努力协助我们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鱼山的骨茶油加工厂 本市也一直在关心 那严重落后 本来宣服去年 大约去年的十月 就可以这个鱼山的苦茶农 在自己的地方 甚至我们卓助乡的苦茶农 都可以在这个鱼山加工厂 苦茶油加工厂 来做这个炸油这个工作 让自己能够 这个很快的出产 我们的这个苦茶油 那现在他们非常辛苦 有的送到别的县市 有的送到别的地方来炸 这个油再炸这个油 所以严重这个我们的鱼山 鱼山苦茶油严重的落后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完成 所以希望我们宣服这边农业处 能够结局跟这个我们鱼山工厂 配合我们的卓西乡公所协助 能够赶快我们的加工厂 这个完成 让我们民众不要担心 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地方 来这个出产自己的苦茶油 另外今年3月3日 卓西乡第三寸 1月16岁少女 放学之后失联 家长忧心如焚 经过反应之后 分局勤务指挥中心 第一时间以手机号码来定位 同时访查家属 亲戚友人 一日分歧在短短三天内 协助寻求失踪少女 警方的积极学寻 令家属相当感受疫情分局 他也向警察局全局同众们 表达感谢之意 记得收看黄首导